喔好好吃喔 好像鹹起司 完全不膩 這是一個鹹甜兼具的甜點 嗯 它那個油蔥我會想到肉粽 欸嘿 早晚要幹嘛 開麵麵麵啦 哈囉大家好 我是Pauline 我是安琪啦 最近的全年真的是搶擋不斷 除了有新推出的各式三明治之外 這次還跟大甲真人工聯名的芋頭商品 我們也挑選幾樣分享給大家 今天可是有鹹有甜喔 那我們趕快來看看啦 我們先來開口袋吐司 有雞蛋沙拉口味跟鮪魚沙拉口味 就像那個便利商店在賣那種包餡的白吐司 對 那它是做成一條一條的 我覺得更好入 對 而且它可以share 就我跟你這樣分 剛剛一撥開的時候 其實它的餡算是多的耶 比我想像中多 因為一撕開你不會覺得 哎呦 料子有那麼少 那雞蛋沙拉它的內餡呢 就不像我們在其他便利商店看到的那種 就是蛋白丁比較多 蛋黃跟蛋白是和在一起的 看起來很像鹹蛋黃 對 為什麼我真的覺得有鹹蛋黃的味道 這我吃錯了嗎 它應該是鹹度比較明顯 所以讓我們誤以為是鹹蛋黃 但是它就是雞蛋沙拉 我覺得蠻好吃的耶 它的吐司也不會到太乾 然後呢我覺得它壓邊也壓得很好 密合度很高 比想像中好很多 再來吃鮪魚的 我最喜歡吃這類的鮪魚 喔 它鮪魚好香喔 對 我剛剛在一撥的時候就很鮪魚啦 很鮪魚 鮪魚 鮪魚更好吃 我覺得它裡面美乃滋也夠多 所以有些人會怕那種鮪魚的那種小臭味 所以它就比較不會用 還有一點點黑胡椒的味道 這配起來就是一個完整的早餐啦 我覺得好吃耶 蛋的也好吃啦 鮪魚更好吃 鮪魚更好吃 雞蛋沙拉 鮪魚沙拉 五分給幾分 3分3.5 鮪魚 唷 接下來來開三款三明治 其中兩款還是豐盛號的聯名 豐盛號肉蛋三明治 豐盛號土豆粉 吐司 牛仔糧烤雞三明治 這三款我們私心想加熱一下 吐司進烤箱 這一個set真的是賞心悅目耶 真的 從剛剛在拍前面那個食物的時候 你這樣一撥開那個香味跟它的顏值 我跟你講我剛剛真的是在吐口水 太香了 尤其是紐澳兩口雞真的是 香爆 這個要拿的時候是會沉的喔 在豐盛號的豬排我們看了就覺得哇 這樣喔 那我們現在吃這個看起來比較乾的 肉蛋吐司 這個呢剛剛一撥開來它就是 都是蛋 我們本來以為裡面有起司 可是呢仔細看發現它是玉子燒那種薄薄的蛋 很像蛋皮薄薄的一層 因為它的肉看起來沒有那麼可口 是因為感覺沒有醃漬過 就是很白的肉 很素人 有一點點檸檬味耶 有 有提味道 當然它的肉我是就是忽略啦 沒有到很柴 可是也不會覺得哇肉好好吃喔 是個Point這樣 它就只有檸檬味讓我們驚豔一點 檸檬味有厲害啦 整體吃起來就是小可惜了點 嗯 那下一款我們來吃牛仔糧烤雞 那看起來呢它就是比較濕潤一點 我覺得會比剛才那一款好 對 這個我很期待 趕快來試 愛爆 它的雞好嫩喔 而且這個厚度很優秀 醬汁很到位 雖然它的菜少 但我竟然有吃到菜那種烤烤烤的脆度 有 我那邊也有 因為Seven也有出那種牛仔糧烤雞三明治 我自己是蠻喜歡的 我覺得它們兩個味道差異不大 但唯一差在就是我覺得是菜量的部分 因為Seven的生菜會放比較多 那這個的生菜雖然比較少 但還是吃得出來啦 我覺得一定要加熱 嗯 加熱真的好吃 好吃 再來是這個土豆粉吐司 喔我真的看它很久 這個還沒加熱 所以一打開就有滿滿的花生味 上面還有花生顆粒 Oh my god 很熱 喔對 這一打開有點奶油 薄薄的一層 看有沒有畫龍眼睛啊 來吃 可以 它跟我們一般你自己買吐司去狗花生醬的感覺 完全不一樣耶 怎麼會很想哭啊 可是你怎麼可以就是做到這樣子 我覺得它的醬是有做到濕露的那個程度 不是那種乾乾的乾吐司乾醬 剛剛看它吐司原本那種花生醬塗抹的程度 我本來覺得味道不會很夠 一吃真的是Wonderful Super夠 它那個糖粉再加上去也不會到過甜 對 整個就是那種帶有花生香氣跟一點甜味 我覺得這就是match剛剛好 好吃 好吃好吃 肉蛋牛仔糧土豆粉吐司 3分4分4分 牛仔糧土豆太威啦 威爆 再來兩款也是我們很期待的 乳酪鹹蛋糕三明治 芋頭麻糬三明治 我覺得這個蛋糕三明治 我覺得這個蛋糕三明治真的是非常厲害耶 因為光芋頭它兩層餡料就是完全不一樣的搭配 一層是麻糬一層是芋泥 沒錯而且它的芋香 VV 超香 真的很香耶 然後呢這個鹹蛋糕也是 我跟你講它那個油蔥味灑的真的有夠多 你看滿滿的油蔥有夠香為之香 隔著鏡頭也知道多香 真的香耶有沒有4G的效果 真的很香 那個很鬆軟很鬆軟 欸好香喔 它那個油蔥味真的是好厲害喔 鹹蛋糕的精髓這個油蔥 超棒 然後中間還有一點肉鬆 雖然我吃不到什麼肉鬆味 肉鬆一點點而已 主要是它的油蔥才太香了 對 它裡面的乳酪再搭配上肉鬆 喔好好吃喔 好像鹹起司 完全不膩 這是一個鹹甜兼具的甜點 嗯 它那個油蔥我會想到肉粥 就會再吃到它的蛋糕體 喔好好吃喔 這個比肉粥更好吃耶 真的好吃 非常厲害 欸這個很好吃喔 那趕快給分喔 對 我已經有分數了 那我也有 再來吃這一個雙層淤泥 它一層淤泥一層麻糬 可是呢麻糬那層還有淤泥 真的它料給的好充沛啊 而且它的芋泥那層是還有芋頭塊喔 對 很強 看就看得到的 它麻糬是入口即化的耶 麻糬在哪裡 對 也不是一養就去那種很難那種 很難分割的那種耶 但是也不至於完全沒有口感喔 你看它還是有麻糬的存在 本身裡頭餡已經很好吃 再加上外面鬆軟的蛋糕 以及時不時會出現的芋頭塊 欸這個很厲害耶 這可以當主打商品耶 這超強好不好 這兩款完全是這檔的明星商品 而且它這款蛋糕真的完全不甜 完全不甜 完全不甜不膩 滷 乳酪鹹蛋糕芋頭麻糬三明治 通通是聯歐本季必買款 買棒 最後呢是四款與大甲正南宮聯名的商品 那其實他們還有其他聯名的甜點 但最近芋泥即時還太猖狂了 所以呢今天我幫大家挑選鹹的來試試 中和一下 那當然呢鹹食我要先拿去加熱 我們先由芋泥生吐司來打頭陣 上鍋 這個生吐司呢它是標榜它每一口都吃得到芋泥味的 我們剛剛一切開 我本來預期裡面會有非常多的芋泥 就一切開它裡面只有一個洞 只有上面這邊跟四周有一點芋泥 那也因為它中間挖空 所以它的芋泥量跟麵包量應該是有達成它要的比例啦 然後不得不說我覺得它的皮炒得很好耶 很漂亮 我覺得它的麵包應該是好吃的 而且滿軟的 不錯耶 它的吐司好香喔 這個皮的味道好好吃 我要再吃一口 真的很好吃耶 它的餡呢是完全沒有奶油的那種 是全芋泥的型的 裡面那一層就是淡淡的 它裡面的邊邊雖然看不太到 可是其實有淡淡的芋泥餡 它有裹一點點的芋泥那種 就很像我們在裹麵包醬的感覺 這款雖然是樸實 可是我覺得是好吃的 簡單的芋泥吐司 嗯 好吃 趕快來吃樂食 這三道應該就是我們今天最期待的 因為是芋頭的鹹食 之前很少開 天啊好期待喔 我們先來看這個腐皮捲 剛剛一戳下去 脆脆的 很紮實的淤泥餡 而且你聞中間會有那種芋頭貢丸的味道 是 趕快來吃 好香喔 嗯 好像芋頭味少了一點 嗯 我是覺得還是有芋頭味 有啦有啦 我嚼到最後它那個餡才有出來 可是我真的覺得我吃進去會 真的是會一直聯想到那個芋頭貢丸 芋頭貢丸 對 因為它裡面的口感其實是像貢丸差不多的感覺 對 那外皮我覺得是蠻酥脆的 有味道超 驚豔 但是好吃的 那我們在加熱的時候 我們是選擇用氣炸鍋的方式幫它加熱 其實吃起來更沒有油感 對啊好吃 我覺得還不錯 接下來呢就是最喜歡的 芋籤 要先吃芋籤嗎 對啊因為我想要飯放最後 好好好 先說這個芋籤 我跟你們講 它的芋籤超級多耶 你把它鋪一鋪 會完全蓋掉那裡面的那些什麼碎肉啊 還有什麼蝦米 整道就是 烹飽 一道菜 對 它不是外面你看到那種斜酥脆的那種芋籤 它上面會放那種狗狗的東西 沒有 它是只有裡面的芋頭條 而且非常晶瑩剔透喔 對 每一條都是晶瑩剔透的 好漂亮 不用加配料就好吃了 好好吃 它裡面有融入那種肉汁的那個油汁味 對 然後蝦米也很香 油蔥味也不會強調蝦米的味道 Oh my gosh 它的芋籤的那個口感是屬於比較Q彈的那種 那我們剛剛吃這個斧皮捲的 它的芋頭是比較鬆散的那種 不一樣 我更喜歡這種 好好吃喔 my god 好吃 最後一個 V哥 這是你最愛的V哥 它去吃喜酒的時候都會先吃V哥 那V哥一段上就是會趕快轉到自己那邊趕快吃V哥 我沒有那麼好用 我會等長輩用完 然後V哥上面呢比較不一樣 它就是它放了很多的芋頭塊 還有油蔥跟碎肉泥 對 其實跟這道的配料我覺得差不多 可是它就變成芋頭塊的形式 就不是芋籤了 它的飯呢是那種很綿很Q的那種 不是粒粒分明的那種喔 但也不會過黏喔 對 有些V哥會做得太黏 它也不是 它介於中間 欸 好吃欸 喔 好好吃喔 我需要甜辣醬 我真的覺得他們這次做的任何一樣 除了中間這個斧皮我覺得比較平淡而已 這兩道我覺得他們搭配得非常的好 嗯 包括它的肉啊 它的芋頭 以及它的那個油蔥的分布 我覺得非常的棒 調味真的很棒 嗯 生吐司 撫皮捲 玉千米糕 4分 3.5 通通4.5 這次全聯鮮吃太厲害了 太優秀了 總的來說今天開全聯真的是太精彩了 我沒有開過全聯有這麼多4.5分以上的產品 而我們這次最推薦的呢 除了玉千米糕一定要買來吃之外呢 再來就是鹹蛋糕 Oh my god 一定要買 好啦 希望大家喜歡我們今天全聯熱門新品開箱 喜歡朋友記得喔 利用我們按 再來發展也可以追蹤小鈴鐺 最后 IG Facebook也追蹤喔 吃你甜芋頭可以吃鹹芋頭 那我們大家就見 掰掰 掰掰